一片片的海苔乖乖排隊 除了輸送袋 已经铺上坚果碎片 再盖上另外一张继续烘烤 经过了切苔分切成小片 就是网路超夯的海苔碎片 来自夹心饼干的创意 没想到变出明星商品 不但横扫全台湾一半以上市场 还大量卖到国外 因为它没有经过那个叫做油炸 所以它的保存期就可以拉长到一年 对于它要去做出口 它就非常的有竞争性 米谷跟丝瓜蔬菜经过干燥加工 组合之后热水一冲 就是香喷喷的丝瓜粥 米谷淋嘴加上了姜黄跟红薯 就变身抢供有机商店的养生食品 陈希生的代工厂 原本只单纯把农产 制成粉类或者是干燥原料 卖给食品厂 四年前转型瞄准养生市场 先开了素食酱料生产线 再自创品牌研发复合休闲食品 陈希生说 公司小不能跟大企业拼削价 得靠研发在小池塘里当大鱼 本来只是B2E的这个区块 但是你把它做成休闲食品 它就变成B2C 接受度马上就由单一个点变一个面了 最近姜的价格惨叠农民来拜托 工厂全都收 就因为垂直整合技术成熟 不光帮农民可以解决危机 工厂还创造了上级 有时候危机也可能是转机 几年前工厂收购一批养生蔬菜 做成面条 没想到销售残兮兮 以为就要亏本了 没想到新生意却上门了 跑国外参展拿到奖牌 订单跟着来 网购市场也抢功 30人的中小企业 做出200多种产品 创造上亿元的年营收 大胆投资挑战有机市场 尽管成本倍增认证又复杂 但陈其生很笃定 路是对的 更要坚持 愿意说为了 还没有看到很明显的这个业绩 但是愿意投入加倍的这个能力 我想这个反而是 需要坚持的一个地方